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民众购买以及使用避孕装置的权利 但是这项法案接下来很可能很难在联邦参议院顺利的闯关 根据媒体的报道 这项法案详述民众购买以及使用避孕装置的权利 并且确保医疗保健专业人员得以指示使用避孕装置 法案获得所有民主党籍和八名共和党籍的众议院支持 另外有195人投的是反对票 不过这项法案很可能会卡在联邦参议院 民主党和共和党目前在总共100席的参与 各占一半的习数 而多数法案至少需要60票才能够过关 以保守派大法官占多数的最高法院 才在6月24号推翻了1973年罗素韦德案中 做出的保障堕胎权的裁定 部分人士担心这项裁定之后 最高法院接下来会锁定其他代表进步的成果 像是避孕的权利 大法官汤马斯他在书面意见当中导致提告 最高法院应该把同样的逻辑套用在未来的案子上 接着我们看到美国总统拜登在昨天确诊COVID-19 也顺传近日将要和他通话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则在今天至未稳定 盼望拜登总统能够早日康复 拜登确诊前是在安德鲁联合基地 那么告诉媒体 他说会在10天之内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话 那么在上一次拜习通话是在今年的3月 不过近日传出美国众院议长裴洛西 可能8月份放问台湾的消息 引起中国方面强烈反弹 也再度为中美关系增添了变数 接着看纽约方面的消息 纽约州的卫生厅在今天说 纽约市之外头发现了一个小儿麻痹的病症 而且获得联邦卫生官员的确认 这是美国将近10年来的第一例 脊髓灰植炎 或者我们叫它Polio 也就是小儿麻痹症 是由病毒引起非常容易传播 纽约州卫生厅在声明中说 检测结果显示 美国纽约州洛克兰郡的这个病例 源头可能是来自美国境外 洛克兰郡的卫生局局长也表示 正在密切的监控情况 那么美国疾管中心呢 在确认这个病例是小儿麻痹症 疾管中心说 美国由1979年之后就没有再出现 小儿麻痹症国内感染病例 然而根据记载 美国在2013年的时候 曾经有一个因为国外口服式疫苗中 活体病毒株而感染小儿麻痹症的案例 疾管中心表示 小儿麻痹症有一些像是流感的症状 包括了喉咙痛发烧倦怠恶心 而他的病毒会侵入人体的神经系统 然后几个小时之内就导致不可逆转的瘫痪 虽然这是一种无法治愈的疾病 但是是能够借由接种疫苗来预防感染的 接着我们看到 这是来自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新闻 他的报道 这一名官员表示 美国政府担心 中国为了破坏联邦众议院议长裴洛西 可能在8月访问台湾的行程 而有意宣布台湾上空为禁航区 恐怕会让的区域情势紧张会越演越烈 这名官员还说 中国也可能会派战机 进一步的侵扰台湾的防空识别区 可能会引发台湾和美国方面的反应 只是他没有详述可能的反应到底是如何 接着看到 美国已故总统甘乃迪的女儿卡洛琳甘乃迪 现在出任驻澳洲大使 已经在今天抵达旅行 对于中国扩大在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力 卡洛琳甘乃迪则誓要结束 美国在这个区域的空窗期 华府正在加强南太平洋外的 这个南太平洋的外交行动 来抗衡中国日增的影响力 而卡洛琳甘乃迪在今天抵达雪梨 也递交了他的道任国书 接着看到华盛顿的报道 在负责调查去年 美国国会预协案的联邦众议院 特别委员会 昨天举行了第八场的听证会 多名证人说 前总统川普当时坐了好几小时 看电视直播群众闯入国会 子女和幕僚相劝 仍然不为所动 川普的子女和其他亲近顾问 当时恳请他呼吁支持者 停止暴力行动 但是他根本不理会 美国众议院去年责成 1月6号袭击事件调查特别委员会 调查当时担任总统的川普的支持者 攻击国会大厦 企图推翻川普2020年大选败选结果一事 特别委员会也在昨天举行了第八场听证会 也是今年夏天的最后一场 委员会成员认为 从川普当天在集会上发表煽动信 也说要支持者死命奋战 到后来发布影片 呼吁闯入国会大厦的支持者回家 中间是187分钟 三个多小时 川普都没有采取行动 特别委员会的民主党籍众议员路里亚说 川普总统坐在餐桌旁 看着电视上的攻击事件发展 当时他的最高层幕僚 最亲近顾问还有家人 都要求他做出任何一位美国总统都该做的事 但是川普没有任何的反应 没有任何的作为 接着再看到电商笼筒 Amazon在昨天宣布 同意以34.9亿美元 收购美国实体和数位医疗服务业者 One Medical 显示Amazon也打算要在医疗照护领域 加快他的扩张步伐 随着Amazon在美国医疗保健领域 持续地进行长达数年的拓展 这一项全现金交易结合两个相对比较小的参与者 而美国的 就应该来讲是跨国连锁便利商店集团 7-11 他的发言人在昨天则表示 组织结构最终定案之后 要在美国裁剪大约880名的员工 7-11的母公司是日本的7&I控股公司 他的发言人透过电子邮件表示 美国的7-11已经裁剪在我们德州 Ervin和欧海俄州 Anon服务中心现场支援部门的员工 美国通货膨胀压力不断扩大 带来持续性的冲击 近来已经有许多的公司 设在美国的企业宣布裁员了 好 我们最后看到的 这是正在角逐美国纽约州州长的 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泽尔丁 在昨天发表竞选演说期间 一名男子爬上舞台 企图刺伤他 所幸迅速的遭到制服 而泽尔丁毫发无伤 这名男子伸手接近泽尔丁的脸部和颈部时 可以听见他重复对泽尔丁说 你完蛋了 泽尔丁是把这名男子推开 两个人随后跌倒在地 其他人则上前试图制服这名男子 那么所幸男子遭到制服 而泽尔丁没有受到任何伤害 朋友们带给大家 这是在美国方面的重要新闻 德州中文台 我是胡美健 下边我们把焦点转到国际新闻方面 和我继续关心 第一个看到 世卫组织在昨天说 针对未来如何因应疫情全球大流行 正在开会的各会员国同意 国际防疫协议应该具有法律约束力 在去年12月 WHO的194个会员国决定针对疫情预防 准备因应的新国际协议 展开了协商和起草的程序 另外一项目前为止是针对猴豆 所做规模最大的研究 则发现猴豆患者当中95%的人 是经由性行为被传染 此外研究也提到了单一生殖器 病变等新临床症状 世卫组织的专家正在讨论 是否要把这一波猴豆疫情列为 全球卫生紧急事件 也就是世卫发出最高层级的警报 研究发表在新一个栏的医学期刊 由伦敦大学玛丽皇后学院科学家所领导 来探究今年4月27到6月份的这段期间 16个国家一共528起的猴豆确诊病例 那么在现在呢 猴豆的确诊患者出现新的临床症状 就是单一生殖器病变 另外95%的猴豆的患者 都是经由性行为得到的 再来呢 丹麦的巴伐利亚北欧生技公司 也在今天宣布 欧盟药品管理局已经建议 它生产的天花疫苗药品仿单 纳入了预防猴豆 巴伐利亚北欧生技公司说 欧盟药品管理局发布了 这一项积极审评意见 建议他们公司添花疫苗上市授权扩大 包括能够预防人类感染猴豆在内 好 其他方面的国际新闻 先看雅典 欧盟在近日敦促各会员国 在今后数月 将天然气的需求量减少15% 来因应俄罗斯停止供应天然气的可能性 对此 希腊政府则在昨天就说 反对欧盟限制天然气使用量的计划 而俄罗斯也在昨天禁止了39名 澳洲公民入境 包含了任职安全和国防部门的人员 以此来报复坎培拉当局 制裁俄军侵略乌克兰 英国和美国的情报机构首长也在昨天说 俄罗斯的军事入侵 乌克兰五个月以来 俄国大约有15000人阵亡 这个数字呢 评估俄罗斯总统普丁遭受的损失 是远高于他的预期 在现在呢 在英国军情六处的局长说 15000人死亡可能还是一个保守的估计 好 接着看到在日本方面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 8号在奈良市助选时遇刺身亡 享受67岁 日本内阁会议已经在今天正式决定 9月27号在东京的日本武道馆 举办悼念安倍的国丧 安倍晋三也是继吉田茂之后 第二位获得国丧规格的日本前首相 好 另外呢 在日本的核能监管机构 今天正式批准了计划 允许福岛第一核电厂中 超过100万吨处理过的核废水 可以排入海中 在媒体认为 日本政府原子力规制委员会 召开临时会议 认为这个核废水排入海中安全性 没有问题 所以予以批准 而在COVID-19的疫情 在日本也快速的扩散 在今天 日本全国新增确诊病例 首度的突破19万 连续三天创下新高 而东京在今天 也新增确诊超过3万例 连续两天创下新高纪录 另外日本政府今天发布了 2022年版的防卫白皮书 大篇幅的关切了台湾的局势 和中国的威胁 对此呢 中国外交部已经发批评 认为这个举动是干涉内政 向日本方面提出了严正交涉 接着看到首尔 南韩国防部则在今天宣布 南韩和美国将会在联合军事演习中 恢复中断已久的及时野战训练 两国正在攜手抑制北韩核武和飞弹的发展 北韩的智库提出警告 这场军演将会把朝鲜半岛推向战争的边缘 好接着我们再看到伦敦的消息 英国在今天强调要确保稀土矿产供应链的重要性 致力供应多元化来摆脱中国等市场主导者的影响 英国寄出了新的关键矿产策略 在英格兰北部要开始新建稀土精炼设施了 而在现在也看到欧盟执委会主席范德赖恩 他刚做完一半的任期 在监督机构统计上任以来的欧盟游说活动 则发现前三大活跃的企业是空中巴士 脸书的母公司Meta还有Google 最大的议题则是欧盟的绿色新政 好的朋友们 这就是带给大家在国际方面的新闻 美国和国际新闻之后 我们关心两岸方面的报道 首先看到来自上海的消息 受到了疫情和国际情势的影响 中国经济成长速度放缓 多项经济数据不如预期 为了达到稳增长的目标 官方目光再次投向了投资基建 投入了破罩的资金来支持重大建设 投资智慧城市等新的这种基础建设方面 而近期也陆续的传出 外资企业将利润从中国汇出 再加上美国紧缩货币政策 连带使人民币汇率有所波动 引发了外界对中国市场的疑虑 对此中国外汇局则在今天喊话表示 利润的汇出并不代表撤资 人民币相对是稳健的 在这一次中国外汇管理局的副局长 王春英说 近来中国的经商环境不断优化 外资长期看好中国市场 在中国投资新业 共用中国经济成长和改革开放 红利的跨国公司越来越多 经营利润稳不增长 所以相应的利润汇出也就随之增多了 接着在中国的媒体也在现在发文 现在开始到未来的十年 中国将会迎来历史上最大的退休潮 有多大呢 平均每年会有两千万人的速度退休 那真的是很大 根据表示 1960年代出生的人口迈入退休生活了 养老金的压力也会增大 而劳动人口会大幅下降 如何应对现在已经成为 在中国方面的一个热门话题 而中国烂尾楼事件骗及了多省 也冲击了金融方面的稳定 在监管当局强调保交楼之下 许多地方政府采取引入国资 加强监管预售资金 监督这个工程的进度 要为企业纾困的方式 希望能够拆解这一个烂尾楼的风暴 中国银保监会统计信息和风险监测部的负责人 他强调会和住建部 人民银行等部门协调合作 支持地方政府保交楼保民生保稳定 另外呢 中国政府日前以数据活动 严重影响国家安全等理由 对网约车巨头滴滴出行 祭出了天价罚单 媒体也报道 在中国方面领导层 是要透过惩罚滴滴 以尽效尤 令科技业和不听当局话的 这个知道啊 不听话就是严重的政治错误 好 我们在新闻方面呢 也看到在中国官方今天通报新增COVID-19病例 含无症状者一共1,0111例 当前中国的疫情对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所坚持清零 构成了挑战 因为专家表示病毒的变异株将会长期存在的 所以这种长期存在的情形下的话 要全面清零 那就是一个严重 一个严谨的挑战了 朋友们带给大家 这是来自中国方面的重要新闻 德州中文台 我是胡美杰 那么下边焦点将转到台湾方面 由台北的新闻主播接棒 继续为您播报 请和我一同关心 德州中文台的听众朋友们 大家早安 我是李自立 台湾方面讯息 我们今天为您首先报道的是 日本所公布的年度新版防卫白皮书 内容重申 台湾情势稳定对日本安全的保障 跟国际社会稳定的至关重要 台湾与日本共享自由民主人权和法治等基本价值观 是日本重要的伙伴及珍贵友人等等立场 外交部对此表示肯定 外交部表示 一贯欢迎国际社会持续关注台海情势 以及采取有助于维护区域和平稳定的正面举措 也乐意的和全球理念相近国家 深化彼此实质友好的合作关系 外交部发言人欧嘉恩说 我们看到日本的防卫大臣岸信夫 在今年新版的防卫白皮书里面特别提到 不容许中国与武力来统一台湾 同时日本白皮书在设计有关与台湾有关内容 也是篇幅倍增 深入的分析台湾海峡军力的现况 以及台湾海峡局势的动向 这都显示日本政府高度重视 并且密切关注台湾海峡的安全情势 COVID-19本土疫情持续的缓步降温 但是变异株BA.5来势汹汹 专家对于国内下一波疫情流行的时间点 预测都不同 专案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发言人庄仁祥 今天表示目前评估 8月中的疫情反转上升的可能性最高 他说 除了这个BA.5的这个 在本土的病例 所定序占的比例升高之外 那另外一个当然也是跟人流的一个 都有关系 所以到底什么时候会反转 这其实也都很难顾 目前我们大致上是 就是以8月中左右的可能性会比较高 那当然这个都还只是一个初步的估计 那未来都有随时修正的一个可能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今天公布我国边境 检出了首例Omicron 亚型变异株BA.2.75境外移入病例 目前社区没有风险 疫情指挥中心医疗因变组副组长罗一军表示 BA.2.75最早是在今年5月被发现 已经在印度快速传播并且成为该国的主流株 其他国家大多是侦测到境外的个案为主 目前统计至少有15个国家有报告病例 罗一军表示 由于该变异株的突变位点跟抗体作用处相同 国际专家警示要特别注意其免疫逃脱的特性 跟传播力是否提升 世卫组织也表示 还需要研究证实BA.2.75的传染力 以及致重症的几率 需要密切的关注对疫情的影响 罗一军说 他比较特别是他在基本的这个BA.2的基因上面 又多增加了16个突变的这个位点 其中有9个是位在所谓的S蛋白 那S蛋白因为是跟我们疫苗的设计的这个标的 以及我们染疫之后可能身体产生的这些抗体的 最主要作用的地方都是相同的 所以主要是担心这一些突变的位点 是不是有可能导致疫苗的效力变差 还有传播力有可能上升 每周入境4万人次渴望再放宽 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王碧胜 今天视察桃园机场旅客入境的流程 他表示此行主要是看看入境量能 可以再扩充的程度 但国际疫情也需要纳入考虑的因素 至于入境零加期和解除禁团令 目前都没有时间表 王碧胜说 我想我现在还没有时间表 刚刚已经说明过 那这个都是环环相扣的问题 那总量的管制 那这个还有这个禁团令的松绑 这些都是相关的 那我们会做一并的考量 目前还没有时间表 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 国民党台北市长参选人蒋万安 今天都出席了台北妇幼展 说明对于育儿政策的重视 黄珊珊至此时说 外安委员如果他今年生小宝宝 是第二胎的话 今年的育儿补助 我们增加到两万五千块 如果外安委员在生第三胎的话 是补助到三万块 所以也欢迎大家 一定要告诉大家说 在台北市的育儿津贴 是越来越多 蒋万安也在致辞时 说明自己在立法院 推动修法的努力 蒋万安说 包括增加产假 陪产假的天数 包括我们这个轻职假 轻职照顾假等等 这些修法 我想都是对于我们未来 营造一个育儿更友善的环境 的目标向前迈进 未来希望共同努力 将我们台北市打造一个 成为真正育儿友善的城市 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 陈时中则到松山慈友共参拜 对于一份最新的民调 只有56%的台湾民众 不满意他的防疫表现 陈时中认为 台湾的防疫成绩 至少有75或80分 世界也都有评比 这个成绩值得大家尊重 他说 我想这是可以大家公平 不过我还是要讲 我还是要坚持 我们防疫的成绩 至少有75分 那讲得比较好 有80分 那持续我们指挥团队 会持续努力 这不是说 我先说 不是这样 说一说 自己这样 这世界都有在评比 相关的成绩 在世界上面 也都是大家看得到 台湾的成绩 是值得大家尊重的 另外 民进党桃园市长参选人 林志坚 今天前往杨梅 参乡祈福 他列举市长郑文灿 在杨梅的重大政绩 表示自己若能当选 将延续郑文灿的政绩 还会加持服务在地的乡亲 国民党桃园市长参选人 张善政 也安排了参拜行程 在受访时 提到绿地跟休憩空间的设置 若能当选 将是施政的重点 民众党桃园市长参选人 赖湘林则关注 公共空间的无障碍设施 以及工地公安的问题 若当选 一定会予以改善 并且持续的强化 参议文总统今天出席 中山大学半导体 及重点科技研究学院的 揭牌典礼 总统表示 未来十年将有七家高雄在地企业 与这所学院合作 并锁定在半导体封测 跟电子零组件产业 将使台湾半导体人才的培育工作 更加完整 总统说 中山大学的半导体学院 锁定在半导体封测 再加上电子零组件的产业 让台湾半导体人才培育的工作 更加的完整 那么特别有意义的是 跟学校合作的七家企业 都是我们高雄的在地企业 在未来十年将要投入九亿人 跟政府一起努力 共同培育国家重点产业的人才 美食是台湾最吸引人的特色之一 除了受疫情的影响之外 乔委会每年都会举办 国际巡回讲座 推广台湾的美食 同时为海外乔营餐厅 提供咨询服务 今年的活动 以饗宴美食预见台湾为主题 临派国内重量级的主厨 前往美国、欧洲、非洲地区 共巡回23个城市 乔委会今年举办行前说明会 向外界介绍主厨阵容 以及他们这一次将展示和教学的 拿手煮菜 乔委会副委员长 徐嘉青说 透过美食来行销观光 透过美食来行销台湾 也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目的 那我们也很期待呢 各位去寻回的这个讲座的时候 有机会能够结交更多国际的朋友 让更多的国际友人能够来台湾 进行美食观光 各项的交流 太阳发威 全台各地这几天都在太平洋高压 笼罩之下变成了烤番薯 中央气象局也连续几天发布了高温灯号 预估未来几天依旧是这样的天气形态 而且明天23号周六 适逢24节气中的大暑 隔天周日将会热到最高点 气象预报员曾昭成说 因为我们台湾各地白天的高温 还是可以到达33到37度左右 而且全台湾各地都可能会发生 局部36度以上的高温 尤其是在大台北 宜蘭地区等花莲中古 更可能发生38度 极端高温的情形 而且在入夜后 都会区的温度 可能都还是可以有29到31度 然后这个天气大概会维持到 礼拜天到达一个最高峰 就是各地都是 巨步36度以上的高温 然后极端温度 可能也会接近38度 或更高一点 气象局表示 直到下周一 太平洋高压势力 才会稍微减弱 届时各地的午后雷震雨的范围 和雨量也会扩大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 提供给您的台湾方面讯息 我们把现场还给主持人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